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冷空气开始减弱了 所以在中部以北地区呢 虽然说温度上面还是比较凉冷一点 但是相较于昨天呢 已经明显的转干气温也正在逐渐回升当中 那么呢在接下来可以看到大环境呢 会逐渐转成偏东南风到偏南风哦 所以啊这个风场一下子由原本的偏北风 转成偏南风之后呢 就会很明显的带来非常温暖的空气 那么呢也因此在清晨的时候 很容易在西半部地区呢 以及离岛地区有机会出现直步起雾 或者是低云的情形 提醒大家在交通上面就要多加注意了 遇到起雾要记得开上雾灯 那么白天呢各地的温度也会明显的往回升 特别是呢礼拜一礼拜二哦 在礼拜二的时候 各地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的高温 仿佛已经进入了夏天了 但是很快的在礼拜三次 又会有一波新的封面 以及冷空气报道 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星期 温差变化非常的大 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你的穿着 忽冷忽热的 小心不要感冒跟着凉了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呢在今天 其实呢北台湾的上空云层还是有一点厚 不过水气其实正在逐渐减少当中 所以今天呢几乎各地的雨势 都已经缓和停歇下来了 那么来看一下啊在明后两天呢 大环境会逐渐的转成偏东风到东南风 所以啊在这样子风场转成偏南风 甚至呢是这个东南风南风起来之后呢 各地的温度就会明显的回暖了 温度会持续的往回升 但是啊春天的天气变动真的很快哦 在礼拜三呢可以看到北方又会有一波新的封面云溪通过台湾来 而封面过后呢紧接着就是新的一波冷空气暴动 所以预计呢在礼拜三四又会转成相当湿冷的天气形态了 进一步来看一下这个降雨的分布可以看到哦 在今天呢就有在北海岸东北角零星的短阵阵雨 那么呢到了明天呢更是全台各地都是有阳光露脸非常稳定的好天气 大家好好把握特别是北台湾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把握礼拜一二的好天气 因为啊在礼拜三呢又会有一波新的封面云溪报道 可以看到呢水气又会再度的接近 到时候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甚至是南台湾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降雨 所以可以看到礼拜三四呢又会逐渐的变天 而且又是再度转成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了 好那接下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哦 刚刚呢我们开始有提醒大家 这个星期呢真的是很典型春天的天气忽冷忽热的 一下子热呢一下子冷哦 可以看到在今天呢高温在北台湾是18度 不到明天呢就可以来到27度 到礼拜二更是有机会来到30度左右的高温 但是呢在礼拜三四随着新的一波冷空气报道 可以看到呢在礼拜四高温又会跌到只有13度 低温12度左右所以这个星期呢一下子很热 一下子又会回到很寒冷湿冷的天气形态了 所以在一族的部分真的要多加注意了 那么中部地区哦其实同样的也是哦 预计呢在礼拜二高温可以来到31度 但是在礼拜四呢高温又会跌到只有20度 那么南台湾呢也可以看到哦 预计呢在礼拜二的高温30度 礼拜四礼拜五的高温也会跌到只有23度 低温也会降到20度以下 所以一样的是温差很大的这种天气形态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一样的在礼拜二高温28度 但是到礼拜四礼拜五高温就会跌到只有16度左右了 所以这个星期呢真的是忽冷忽热变化非常的明显哦 礼拜二之前呢都是比较温暖的天气 礼拜四礼拜三四之后呢就会来到一个比较湿冷的感觉了 好那么呢在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以及明天白天 可以看到呢各地都是相当温暖哦 而且呢是有阳光露脸多云到晴的这种稳定天气形态 所以建议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礼拜一二舒适的好天气 礼拜三四又要再度的变天了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温差上面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